天朝寡人有集 俄罗斯电视台爆出惊天大料 看他楼倒了 中共正在审查恒大和许家印 胡编要走 他来了 环球是否继续胡编 彭斯分庭抗礼 备战2024大选 川普唱衰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15日周三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事项会晤 俄方发布的影片 意外出现了习连咳三声的画面 其后又连续咳嗽 令外界质疑一尊的龙体安筐状况 担心他是否长期君临天下 据俄方发放给国际媒体的 两三分多钟的影片显示 习近平和普京两人在会晤开始时互相挥手 在影片播出约40秒后 习近平连可三声 不过中共中央电视台的视频没有这一段 根据俄罗斯电视台直播的图像 普京说 他计划于2月在北京与习近平亲自会面 按照约定 我们将举行会谈 然后参加冬奥会的开幕式 习近平近年的健康备受关注 已有几次异常表现引发猜测 习近平2020年10月上旬南下广东考察 参加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讲话 也曾因为频频咳嗽意外成为关注点 此次视频显示 习近平讲话语速较平常缓慢 在至此进行到44分钟时 又突然传出了一阵咳嗽 引起台下来宾的注目 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 习近平仍不断咳嗽 并频频地停顿喝水 中共央视在进行活动直播时 只要习近平出现咳嗽 拿水杯的画面 就会马上切换画面 拍摄台下来宾 直至至此快结束时 才回到习近平的画面 但收看直播的观众 依然可以清晰地听到 习近平合奏和拿水杯的声音 习近平2019年3月25日 访问法国时 也曾因为走路不稳的姿态 引起社交网络关注 社交媒体一直广泛流传着 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凯旋门检阅一正对时 身体两边摆动 脚步不平衡 步伐零碎 似乎无法迈开双腿的说法 对此有人认为 或与习健康异常有关 一些国际媒体还因此 引申到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 中共领导人的健康状况 是国家机密 除非本人去世 官方不会披露任何相关的资料 1976年夏天 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已病入高荒 但北京当局对外 依然保持一致口径 指毛身体健康 今年11月上旬的 中共19届六中全会 所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据官方称 是确立了习核心地位 和习新时代思想的指导地位 特别是将中共党史做三分断代 邓江湖并在一带 习成为新时代的棋手 但同时六中全会 并没有任何有关习近平安排 未来接班人的迹象 台湾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中心主任 东亚索特聘教授 寇建文早前表示 习当政十年 从官方报道的画面来看 他到外面调研两三天后 体力就会有一些下降 但是对于 非权的领导人来说 通常不会直接在他准备 要交出权力之前就开始安排接班人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 严建发则表示 习的新时代来临 中共就是到最后了 因为万一习出了问题 恐怕没有人能够扛得起 到时中国可能会要进入各地割据时期 中共治下一切都是拍脑袋 摸石头 缺乏科学决策和普世治国标准 忽所忽幼 给国家发展造成了一场又一场的灾难 改革开放后 权力与资本勾结 权贵资本主义野蛮成长 不仅搞乱了国家经济 也危害到了中共政权的安全 且涉及了中共权力斗争 这样随着各方权力消涨 就总有一些白手套 要被当作替罪羊 据路透社援影两名之前是透露 中共当局正在审查中国恒大集团 及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资产 但预计恒大目前不会低价出售 之前市还称恒大的可流动资金严重匮乏 以往的国资重组方式不一定适合恒大 路透社报道 这一审计凸显了在恒大未能支付两笔海外债券 引发重组以解决恒大于3000亿美元的负债后 北京方面正在接管恒大 消遣市表示 评估资产价值并确定是否存在任何隐瞒资产 也将使当局能够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 涉及国有实体的救助 近几个月来 恒大和其他负债累累的中国房地产公司的命运 一直就困扰着金融市场 投资者担心 这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 一名消遣市告诉路透社 来自国有实体的代表 目前正在操作恒大新成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 当局之前的调查结果显示 恒大的流动性紧缩比预期的要更加复杂 目前并不急于推出任何处置方案 一位接近监管机构的消遣市说 该消遣市指的是恒大可能剥离的业务 从物业管理部门到电动汽车制造部门 虽然恒大的债务相对清晰 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全面追溯 其资产状况 而作为恒大的创始人 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个人财富规模 尚未清晰 许家印目前持有恒大不到60%的股份 此前他所抵押的超过2.778亿股 恒大股票遭强制执行出售 使许家印的持股比例由61.88% 进一步降至59.78% 两名之前是曾在十月份告诉路透社 中共当局要求许家印动用部分个人财富 用于帮助支付债券持有人的应付款项 许家印已经通过出售包括艺术品书法和三套 高端住宅在内的奢侈品资产来变现资金 有评论指 徐家印代表了江泽民曾庆红家族的利益 曾经叱咤伤海 赚得盆满钵满 一招习近平上台就成为被清算的对象 真是印了孔上任桃花善中的那句话 眼看他起猪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龙趴了 12月15日 香港《星岛日报》引述内部消息称 北京《环球时报》即将易率 总编辑胡锡进退休在即 《环球时报》还将设立社长一职 强化政治导向 由80后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范政伟担任 据集范政伟是《人民日报》的重要笔杆子 任重评成员曾经作为新闻界代表 在一次座谈会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汇报工作 《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吴奇敏 则将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 暂时不清楚范政伟执掌 还时之后风格会有何变化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子报 长期由胡锡进主长该报和旗下 《环球网》对国际问题和台湾 香港的政治较为关注 颇具影响力 被西方一些媒体称为 商业民族主义报纸 今年61岁的胡锡进 已超过60岁的退休年龄 《星岛日报》报道称 胡锡进已经进驻《环球时报》几个月 与胡锡进交接 将担任总编辑 胡锡进是北京人 1991年进驻《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 还有大国外交第一现场 据消息透露 《环球时报》还将设立社长一职 强化政治导向 由《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范政伟担任 范政伟1980年生于陕西 1999年至2006年 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别获文学学士学位 法学硕士学位 2006年之后 范政伟长期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 是传说中的 任仲平的主要成员之一 任仲平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的谐音 据媒体报道 范政伟多次参与中共重大活动报道 起草撰写中共十八届 三中五中全会等多篇 人民日报社论 起草撰写多篇 人民日报元旦国庆社论 参与撰写十多篇 任仲平文章 外界再问 范舍顶湖边 《环球时报》会不会继续湖边呢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和前总统川普 已经分道扬镳并且分庭抗礼 目前彭斯在全美各地积极布局 为投入2024总统大选的可能做准备 并不理川普也在积极备战下届总统大选 目前前总统川普正在展开一系列活动 种种迹象显示 他很可能再次角逐美国总统大位 由于彭斯在1月6日认证了拜登当选的结果 川普评价彭斯已经受到致命伤 而共和党内部人士也难以想象 彭斯能独立于川普自行宣布参选 美国NBC报道 彭斯预计在未来两个月内走访 乔治亚州 佛罗里达州和德州 这三个州在共和党的党内提名过程中 拥有大量的代表人票 彭斯还计划2022年2月 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演讲 而加州正是2024年共和党代表人票最多的州 但美国前总统川普同样积极运作 外界认为 川普再次角逐美国总统的可能性非常高 CNN报道 由于彭斯不顾川普的反对认证了拜登当选的结果 川普评价彭斯已经在党内受到致命伤 而共和党内部人士也难以想象 彭斯能独立于川普自行宣布参选 对此 彭斯向自己的核心圈子表示 川普的决定不会影响他 因为他将自己定位在更传统的共和党路线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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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